大家好,我是騎士店店長 我們今天來介紹一台 被遺忘的領導多功能神車 Deser 950 Ducati 那這台車呢 為什麼會被遺忘 因為畢竟Ducati 它在這麼長一段時間以來 主打的都是街車跟仿賽 因為這一次我們去泰國騎車 店長選擇是用這台 當作我的泰國騎型的工具 所以騎完了之後 覺得它真的是蠻OK的 不管是在高速的行駛之下 面對一些比較困難的地形來講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好操控的一台車子 那它承襲了Hyper 950的一個引擎 在它的一些引擎的調教上面 比較符合我們的領導 所以它這台車呢 真的是一台非常棒的一台車子 很多人就是說 Ducati 就是不能洗 Ducati的車不能洗 那時候在泰國的時候 我們每天騎碗 保姆車的一些隨行的一些技師 他們就開始做他們的清潔 就拿那個高壓水這樣噴 一連六天下來也沒看到什麼 所謂的電子零件故障這些問題 不考慮預算的問題的話 這台車其實還蠻好玩的 那我們現在來有請高轉速的阿凱 阿凱哥來 幫我們介紹一下我們的電控 大家好 那現在這邊幫大家講解一下 我們這個Visa的基礎電控 車輛的部分呢 除了它本身有定速之外 我們一般Ducati會只有四個模式 可是這台車呢 它會來到有六個模式 Sport Turing Urban 雨天模式 West 甚至它還有Rally 跟Endura的版本 那Rally跟Endura 這兩個模式呢 最適合我們拿來應付那種越野路段的 Endura的部分呢 它是在75%的動力左右 那Rally的話呢 它會來到全馬力的部分 PBO的字樣呢 是因為我們這台車 它有加裝了 排氣管的部分 是 提升它的動力跟反應力 然後 這台車因為它一二檔的配比 跟一般950的引擎又不太一樣 所以它一二檔的動力呢 會更適合我們的越野路段 會更明顯 會轉更有力 對對對 所以譬如說 我們在越野路段的時候 你可能只需要二檔 你就可以應付幾乎所有的路段這樣子 就是波度啊 或者是一些比較 對對對 沒有錯 甚至你可以直接用二檔起步 就可以直接應付整條的那種 越路線這樣子 除了這些之外 一些電控的部分啊 它還包含的 像我們它裡面的 ABS 巡機 DWC防浮舉 還有它的引擎煞車 它本身的引擎煞車 它也可以去做三段的變化 變成說我們在土路的時候 你回油的情況下 你可以去增減它的引擎煞車的頓挫感 那在ABS的部分呢 它在Enduro跟Rally的部分 它可以把後輪的ABS整個全關閉 讓你我們用後煞 去做後煞轉向的部分 是可以這樣處理的 除此之外 它在那個Rally模式的情況之下 它的錶盤 甚至會可以到時候 我們搭配我們的導航 它可以在上面直接做地圖的指標 還有路線 就是藍牙直接連線這樣 對對對 我們透過手機APP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導航的 像Rally的那個圖枝有沒有 都還有幾公多少的距離 然後你需要左轉右轉這些部分 它都可以顯示在上面 所以它是一台就是完全針對 我們的越野跟Rally去設計的 一台車款 那它除了做這個錶之外 它另外還可以在上面加裝 對對對 原廠還有其他的配件 可以去做處理這樣 它可以駕導航 甚至你可以加那個圖紙機在上面 對還有GPS加在上面 這個在國外都有它的配備 可以去做處理 可是這台車其實在國外 幾乎所有玩越野的 戶外越野的人 他們現在已經很多人 是從BMW的大鳥 開始改成玩這一台 甚至還有很多是 原本是玩Tenari 700 現在大家也都慢慢的 改成這個車型這樣子 國外和很多YouTuber的 那個直播組 他們已經都換成這台車在使用 然後其他的電控的部分 最主要是它在它的模式上 它每一個模式的 針對它的功能的設定 以原廠來講 它的設定值就設定得非常的完美 非常就是可以直接切換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下土路去使用 因為它原廠這個設定 我那時候在泰國騎的時候 我覺得它連手把的位置都非常的適中 它非常適合讓你做 站姿的騎乘 無論是在踏板的擋桿的部分 還有在那個煞車的部分有沒有 它煞車的部分 它是可以讓你隨時去做 那個越野的切換 或者是一般高低的街道的切換 它就可以這樣使用 往上拉 然後轉過來 然後調成它的高低 對對對 然後它 當我們需要越野路段的時候 我們甚至可以直接把它的那個 那天我們在泰國的時候 橡膠拆掉就可以了 它的橡膠有用束帶束珠 因為有可能踩一踩會掉啊 但是事實上如果真的要騎的話 這一台我會建議直接 不要裝橡膠 拿掉 再騎就整個腳桿會更好 抓住的感覺更明確 而且後座的也是一樣 也是可以拔掉 對也是都可以拔掉 原來它拔掉是這個用意啊 對它拔掉就是讓你變成說 變成腳丁的腳踏 增加你的摩擦力 它原廠就已經搭配了那個 油壓預載的那個 油壓預載的一個調整鈕 你如果今天進去林道之前 你在道路上 你不需要那麼軟的避震器 你可以先把它的預載加強 你的路上的路桿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還不錯 原廠的部分 而且它這台車 因為它原本 就是可以讓你去做長途的使用 所以它油箱做到21公升 那它原廠還有可以另外搭配一個 8公升的後製油箱 是電動的 當你前面油箱沒有油的時候 你只要透過儀表的一個控制選項 可以把後面油箱的油 直接抽到前油箱來 所以它會有一個管子 它裝後油箱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管子 直接連接到 大概在哪個味道 它的管子是拉在裡面 油箱下面的接頭的部分 它有另外做一個三叉的部分 是可以讓你做連通的 連通的 然後它這台車 甚至國外它們還會配到三箱 三卡旅箱 所以變成說我們預載隨時就可以搭配我們的乘重去調我們的預載 是 這台車它更強的一點就是它的前叉跟後叉的行程 它來到前230後220的避震行程 現在很多 國外很多人拿這台車去比越野賽事 但是輪胎的話就要換成更粗的巧克力胎才有辦法 更正規的感覺 它雖然是設計以越野取向 60%越野40%公路 但是它在公路的特性 無論我們去做劇烈抄架 或者是壓彎的時候 它在公路上的穩定性 其實並不會輸給一般的公路車型 然後可以看一下影片 就是店長那時候在泰國騎的時候 這個車真的很好玩 這個懸吊配上這個輪胎 很像不是那麼的不行耶 在那種高速過關的時候 不是那麼的不行 就是還蠻OK的 所以才特別想要來介紹這台車 這個是D3X的版本 那目前公司還有推出另外一個版本 是D3X Rally Rally的部分它的前後避震 就是還有在做強化 變成說是禁忌用的Cayaba的前後避震 它的行程更長 動力不變 一些配備的話 它就更升級 甚至連下護板 它都會變成那種碳纖維下護板 這個嘛 對對對 這台它國外的座高是870 台灣版本是860 如果是Rally版本的話 會來到910 大家來看一下店長 穿一般鞋子 墊上去的感覺 店長大概175 腿比較短 尖角尖 然後站起來的時候 這個手把非常剛好的位置 然後大腿又很好夾的油箱 那今天我們特別謝謝高轉速 然後也謝謝凱哥 謝謝謝謝 來現場幫我們做一個講解 日後我們還有什麼Ducati相關的車款 店長只要有騎過的一定會再拍一集 那今天就到這邊 下次見囉 掰掰